我求求你 人呢 出来 你给我出来 瞧瞧你 放了她吧 乔薇 都怪你 要不然她能跑得了吗 虽然我也不想认那个女人 可是她毕竟是我的生生母亲 我求求你放过她吧 生生母亲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阻止你 继承骨架加义的脚步 不要 不要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杀人了 不要再一蹴再蹴下去了 好不好 巧薇 你先回去 你给我好好结识 那个古老太太 我不 除非 除非你答应我 再也不伤害她 你赶紧回去 不要露出马脚 听话呀 我不 你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回去 好 我答应你也可以 不过你记着 一定要保守秘密 好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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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您知道这王家人去哪儿了吗 搬走了 搬走了 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你找他要钱哪 对 这臭娘们 欠我的房租都没交 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跑了 你说气不气人哪 啊 何秀 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啊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 叫你都不回答啊 娘 她那个样子 该不会是中邪了吧 中邪 她摆在外面都可以避邪了还中邪 薔薇竟然是我的女儿 方程竟然会 把任冬和她调包 这个王八蛋 怎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大也做 这么没良心的事情大也做 他怎么敢哪 王八蛋 我要拔她的皮 喝她的血 王八蛋 这个谷房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一病不起 到时候 你就可以提前接掌这情缘堂 所以说用不了多久 这谷家的家业 就是我们的了 蔷薇是我的女儿 如果 她继承了谷家的家产 那我不是也可以占光了吗 我可以占光了 这个好 方老板 您叫咱们兄弟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分分 上次要你们抓的那个女人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啊 怎么 是不是还要我们再教训教训她 那个女人现在躲起来了 我要你们把她给我抓起来 老板 咱们兄弟办事 您放心 这事交给我们吧 走 等等 您好 千万给我记住 找到叫任东的那个女孩 好好地给我监视起来 绝对不能让她跟这个女人见面 那 那个女人找到了 是不是再打她一顿 不用 到时候直接抓起来交给我 我会来处置 好 走 走 这个女人 我到底该怎么处置 你怎么还在药铺啊 来了 珍妮哥 我不在药铺 我去哪儿啊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什么日子啊 你呀 今天是大学放榜的日子 今天是放榜的日子 天哪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孩子 你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你说这孩子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能忘啊 爹 我这不是忙忘了吗 又不是故意的 走吧 我陪你去看吧 不用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我跑得很快的 你别拒绝我 我也很想知道你的成绩 所以啊 转程跑过来和你一起去的 你能有多快 你再快能有镇定骑车快啊 你怎么这么不着急呢 你不着急结果 我还等着看结果呢 快去快去 王叔叔 那我们先过去了 辛苦你了啊 真爹 不会 走吧 那我走了啊爹 这孩子 是 是 你要住我这儿啊 就 就住一阵子嘛 不行 这你有家不住 住我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不是 怎么不行啊 我 我就在这里面打个地铺 住两天有那么困难吗 这不是困难不困难的事 你也看见了 我 我这场平行就这么点大 哪有你睡的地方 就不住了 我这儿就会儿子 你真的怎么回事啊 我可以了 你也很大 我感觉了